凝结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 一名七十多岁的老翁遭到后方的车辆撞击之后 他很紧张将油门当成了刹车 一连高速冲撞的两台车又撞上了电线杆 让电线杆当场是拦腰折断砸伤了路边的兵士车 幸运的事并没有任何人伤亡 而回想起事发当时老翁直说 以为自己就快要没命 金盖被撞到V的不像话 挡风玻璃破裂安全气囊爆掉 七十六岁老翁一路开车连环撞 撞得自己回想起来 好想哭又好想笑 自己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老翁开的白色轿车 先是被银色车擦撞后 自己实在是太紧张了 把油门当成刹车 一路先闪过一台车 再擦撞对向绿色轿车 接着再撞电线杆 让电线杆拦腰折断 波及到无辜停在路边的兵士车 真的觉得好碎 店家无奈到不想谈了 就想赶快修复店面 不过好险这起连环车祸 除了挫伤 大家都无大碍 好